初秋的厦门大学校园生机勃勃 到处洋溢着青春气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5号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9次会晤 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 外方代表团团长夫人 共同出席美好青春我做主 爱滋病防治宣传校园行走进厦门大学活动 彭丽媛热情欢迎前来参加活动的 南非总统夫人恩盖玛 几内亚总统夫人杰内 墨西哥总统夫人李维拉 泰国总理夫人纳拉鹏 她和来宾们一同走入科学艺术中心 参观中国高校爱滋病防治工作主题展 听取关于中国政府和高校 开展妨碍抗碍工作的情况介绍 中国卫生计生委负责人表示 爱滋病防治宣传校园行活动 在中国国家主席夫人 世界卫生组织结合病和爱滋病防治 亲善大使彭丽媛的倡导和推动下 近年已在中国50多所高校举办 受到青年学生热烈欢迎 吸引了一大批大学生志愿者 和各界知名人士积极参与 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来宾们观看了厦门大学师生 以防碍抗碍为主题创作的雕塑 绘画手工艺等艺术和文创作品 饶有兴致地欣赏并学习吹奏 印有红丝带标志的词勋 详细了解厦门大学 爱滋病毒检测诊断技术研究成果 即在校园实际应用 并同大学生志愿者代表亲切交流 他们高度赞赏中国妨碍抗碍工作成就 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彭丽媛说 今天我们参加这场活动 就是要提升全社会 特别是青年人妨碍抗碍意识 消除对爱滋病患者的歧视 打好精神疫苗 同时促进金砖国家 发展中国家深化卫生合作 他邀请各国来宾 在红丝带心愿牌上签名 并将心愿牌挂在 象征希望的生命之树上 寄托对青年一代 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5号同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9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外方团长夫人 还共同出席了在厦门大学 建南大会堂举行的 第二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一事 当彭丽媛和来宾们步入这场时 全场签移名师生 起立鼓掌欢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伯科娃 在致辞中表示 中国为促进妇女儿童教育国际合作 做出重要贡献 很荣幸在中国举办此次颁奖仪式 感谢中国国家主席夫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 彭丽媛亲力亲为积极推动 在观看主题短片 并听取中国教育部联合国有关负责人介绍后 彭丽媛和伯科娃走上主席台 为来自泰国 地理 南非的三位获奖项目代表颁奖 厦门大学师生向来宾呈现了一台精彩的歌舞表演 最美中国梦 展现奋发有为 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和追寻梦想 世界同乐的美好愿景 彭丽媛和来宾们一一拉起儿童小演员的手 走上舞台合影留念 彭丽媛表示 重视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我们要向那些需要帮助的妇女和儿童伸出援手 让他们有机会 有能力改变命运 过上更好的生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举办此次颁奖活动 体现出对中方的重视和信任 希望金砖国家 发展中国家及世界各国携起手来 推动世界妇女儿童教育事业取得更大发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